为了一支店南河MBI的塞头山坡道 因为年旧失修和中六周的破坏减加严重 和在政减化的一支店公司是真头疼 为主行政与中部办公室的副市行政 藤惠昌 去到台北邀请日关处丁相关单位 来到一支店公司基盘夹条会 希望可以由中央来夹做一支店 征修这个塞头山坡道 在行政与中部办公室的邀请 包括一支店上官单位 特别来到一支店公司 在附近行政与藤惠昌的基督协调下 来讨论一支店 塞头山丁三部门进修的款式行政 一支店上人的处长安慰心 亲身到处参加以外 也送给一支店一份大礼 关于那个基益镇所提的 这个四楼山坡道 我们同意来做一个整修 但是也有了材质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变化 永续性的然后有环保的 那不只是步道的整修 可能他周边的景观设施 这个部分我们一并 会把它考虑下来纳入 我们吉吉镇的这个 四楼山登天步道 是充满挑战性的一个登山路线 那但是由于他原本的材质 是属于石墓的 那非常容易的腐坏 所以说这几年常常都需要修理 那非常不便 为在这一年后 MBI塞头山步道 因为年既失修 加上落召加受破坏重控 好在很厉害的 这一顶公所是很头疼 逃过这次协调会 这一顶公所 真感谢大家的专业支持 既然专专业逆专业 修可塞头山步道 这是处理这些地理事文化 以及发展秦斗观光的第一步 然后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 我们希望只要把这些硬体设好以后 配合我们整个封管处 应对我们现在路客的一个减少 整个加强深化我们整个国民旅游的一个品质 我相信这样南投县也好 我们积极镇也好 整个一个观光的一个荣华才能够再现 很感谢这一次日馆处 愿意来帮我们整体做一个重新的检视 看怎样的修复是最合适的 以外呢也会一并把这个他四族山的三角 就包括我们那个开闭红湾的这种古迹的资源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营造跟结合 日馆处已经答应的妇借将塞头山布兜来守候 只要单胎整个完整 到的关键来时间 记得点赞宽布兜